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商量占稳了2900点 收在2924 涨1.31% 上车50涨0.79% 收2894点 创业版纸方面 今天涨2.57% 收在1652点 两市成交今天是5533亿 三个礼拜五是5547 那么其中呢 今天这个港资呢 是继续的一个大幅净流入 71亿 那么刚刚提到呢 这个金融发展委员会 发展稳定委员会呢 是释放积极的一个信号 待会会讲 那么互生两市呢 高举高打 其中呢 这个创业版纸呢 领涨这个大盘 那么从盘面来看的话呢 早盘 全天来看 这个国防军工板块呢 涨势 这个表现非常强势 那么这个十几个个股呢 是涨停 那么计算机板块呢 同样的国产软件这一块 涨幅也是比较大的 那么此外呢 传媒跟电子元器件板块呢 这个领涨 那么领跌的板块呢 是前期的一些币钱板块 贵金属环金这一块 以及那一些公司用品 这样的一个板块 那么这呢 是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 节目里面这个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这个8月31号呢 这个A股时候的公司 是发布这个中期报告完毕之后呢 后市怎么看 那么当时呢 提出一个看法 9月1号呢 是新增关税落地 那么这个利空出境之后呢 这个9月份新一轮谈判的预期呢 是否回暖 这是其中一个 那么第二个 当时的提议反而是认为 中报这个披露完毕之后呢 一些计刹股 这个会不会脾气太来 那么今天来看的话呢 的确有部分的个股啊 是这个在业绩出了之后的这个第二天呢 市场开始憧憬啊 这个业绩的一个弹性 那么一些计刹股呢 是出现了一个反弹的一个迹象 那么第三个呢 这个北上基金加速流入 那么今天呢 进一步的79亿的一个进流入 支撑起这个大盘的一个上涨 那么第四个呢 内资兑现离场 那么在这个过去的周末啊 我们看到这个 刚才突然说的一个委员 这个稳定委员会 开会之后呢 是释放了一些资本市场的一个 积极回暖的一个信号 那么内资呢 在上个礼拜五啊 有一个部分兑现观望之后呢 今天呢 并没有说持续离场 而是呢 在这个旁中啊 这个板块呢 出现了一个轮动啊 个股活跃了起来 所以呢 今天这个盘面呢 是回答了这个上个礼拜五提出来的一些问题 那么从技术面来看的话呢 啊 左边护纸啊 今天这个表现呢 是有一个温和放量 并且呢 是突破了这个下降轨道啊 2900左右啊 当然了 后面这样的一个量呢 我觉得很有可能2900呢 还是会这个仿佛考验 好 那么要关注一下这个成交 尤其呢 是两融方面 啊 现在呢 已经重新回到9200多亿左右啊 那么 啊 近期这个市场上涨的一个增量资金呢 很多呢 都是这个旁中的一个 啊 很多呢 都是来源于这个融资盘的一个贡献 那么当然了 这个北疆资金呢 也 港资方面呢 也在这个啊 进一步的一个留住 那么目前来看呢 啊 第一天 这个9月份第一天的一个走势呢 相对来说呢 还是比较这个乐观啊 啊 对于这个后 后市的一个支持 那么 刚才提到呢 这个金融啊 稳定这个发展委员会呢 是在周末的时候召开 啊 那么 户指呢 今天站稳这个2900点 那么 补充一下一些这个经济基本面的一个数据 比如说呢 周末的时候呢 公布了8月份的一个啊 中国这个PMI制造业这个指数 啊 那么是仍然处在啊 50的一个下方啊 啊 一个衰退的一个啊 一个这个经济收缩的一个区间啊 那么 啊 啊 里面的一个性下 细项这个出口啊 新出口这个叮当指数呢 仍然是比较疲软 那么 加上呢 这个内地啊 房地产的一个收紧 那么看到呢 这个生产跟啊 订单指数呢 也在相对疲软 但总体来看呢 还是一个啊 底部的一个很弱徘徊啊 还没有进一波恶化 那么这呢 倒逼了市场呢 对于这个9月份的一些啊 政策维稳的一个预期 啊 那么跟政策有关呢 就是这个会议啊 那么会议上面提到呢 加大逆周期调节 那么加大这两个字呢 是这个亮点啊 那么呃 呃 大家还记到年年年初的时候呢 当时市场也是啊 啊 比较这个经济啊 大家比较担心这个下滑 那么当时呢 就提到了加大这个逆周期调节的问题 那么到了第二季度呢 加大两个字又没了 那么现在呢 经济面临这个啊 快速这个啊 下行 那么再一次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啊 啊 逆周期啊 要加大这个力度 那么市场会预期后面的政策啊 啊 这个会越来越多的出来支持 那么这里面也提到财政政策呢 跟货币金融政策要更好的结合 那么这样的一个提法呢 本身就比较这个少见啊 那么我们憧憬呢 到底是如何的一个政策的一个结合呢 来支持 啊 消费啊 出口这个投资 那么是同时呢 提到要加大力气呢 疏通这个货币政策传导啊 比如说呢 上个里上个月呢 这个LPR的市场利率化 利率市场化的一个改革啊 啊 以及呢 接下来这个月9月20号呢 有一个啊 这个呃 对标的一个基准利率啊 新的一个啊 这个定价日啊 那么这块呢 关注一下啊 到时呢 会不会向下这个进一步的一个调整啊 啊 带来一种这个降息的一个效果 那么此外呢 也提到要充分挖掘投资需求潜力啊 包括呢 这个基建方面啊 以及呢 各位重要的 对于这个A股呢 直接相关呢 是提到要加强呢 资本市场的一个顶层设计 里面呢 就提到科上版的经验呢 要推广开来啊 比如说现在一些存量的啊 这个市场 那么相信呢 今天穿越版纸的一个上涨 跟这个也有啊 关系也比较大 那么另外呢 更多是从一些制度啊 这个层面呢 来啊 提到呢 要加强这个资本市场的一个顶层设计 那么还有呢 就是说要做好啊 金融体制改革整体规划 那么这里面呢 啊 无外乎是两个 一个呢 是利率市场化 LPR的一个改革 以及呢 资本市场上市这个注册制的一个改革 那么分别呢 对应的是市场利率 跟这个公司价格啊 两种的一个市场化的一个改革 那么对于整个这本市场来说呢 是一个啊 这一步的一个政策兜底的一种啊 这个这个利好 那么今天呢 这个情绪呢 可能也受到这样的一个刺激 走得比较好 加上呢 找盘这个财新 也就是呢 民间的一个PMI啊 数据呢 是比这个官方呢 要更领先一点啊 回到了50.4 这样的一个区间上方啊 那么市场呢 是啊 还是啊 这呢 对于市场情绪呢 也起到了一个正向的一个支持啊 那么加上的这个信号 政策的一个信号 大家认为呢 啊 在啊 国庆这个70周年 这么大的一个关键时点前9月份呢 大概率呢 是一种政策维稳啊 的一个啊 的一个这个月度啊 那么这个月呢啊 又回到了炒这个资金跟炒这个政策的一个环境里面啊 那么可能今天这个市场呢 这个上涨啊 可能后面这个逻辑呢 啊 会慢慢这个啊 显现出来 那么今天的一个焦点板块呢 这个国防军工啊 上个礼拜呢 也多次提到了 那么今天这个国防军工板块里面上涨呢 主要是这个航天 航空啊 军工这一个啊 分线 分支 那么其中呢 雷克防务啊 陈西航空 航天发展的中央飞机 装省飞 这个天河防务啊 这些个股啊 这个涨幅都比较大啊 那么这一块呢 这个短期就是国庆这个阅兵 跟一些地缘政治事件 中期的逻辑呢 就是业绩啊 兑现 那么投资价值呢 凸显啊 以及呢 这个不同啊 军工集团呢 正确化的一个提数 那么大的背景呢 就是国内的一个国防军工呢 啊 军费支出稳 建增长 带来的一个订单回暖啊 那么从这个板块 在技术面来看的话呢 后面呢 啊 现在正在逼近年初的一个高位啊 从这个中央线来看的话呢 这个板块的一个股值啊 相对偏低 那么后面 后面呢 到这个9月1号前呢 我觉得这个月呢 应该是国内A股呢 军工的一个啊 大的一个题材月份啊 所以呢 后面啊 应该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高抛低息的一种机会 那么第二个板块呢 是啊 建议大家可以后面啊 关注的一个还没怎么涨的一个板块啊 券商指数 那么随着今天这个气氛的一个回暖呢 成交回升啊 那么作为这个指向标的券商呢 今天这个涨幅还是相对比较小的 那么如果大家认为呢 9月份有一个大的反弹行情的话呢 那么券商股啊 啊 向上的空间突破啊 机会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一个呢 是啊 国内A股呢 中暴落地啊 那么整体来看呢 这个净利还有9%的一个增长 那么还是符合国内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经济手表现的 比如说百分六点几的一个GDP增长在3%不到的一个啊 物价增长加起来呢 基本上9%的增速呢 跟国内啊 这个A股披露出来的净利增速呢 还是比较这个对板的 啊 那么呃 说明了这个国内这个上市公司啊 还是能够代表整体的一个经济表现的啊 那么随着这个9月份政策出来之后呢 市场会预期啊 后面这个第三季度的一些啊 个股呢 开始进入到了一个炒作 或者说提前部署的一个阶段里面啊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光税的一个双向这个增收落地啊 今天的人民币呢 走势也偏稳 那么说明了市场对这方面的情绪消化也比较明显了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月呢 9月29号左右啊 美联储方面呢 大概率会降25个基点啊 为国内呢 进一步去降息呢 带来了一个啊 黄冲的一个 带来了一个啊 这个机会窗口期 啊 那么还有呢 就是9070年这个11亿的一个周年这个国庆啊 那么这么这个重要的一个时点前面呢啊 一般5跟10年呢 都是一种大年 那么资本市场的一个维稳 维稳的一个窗口啊 也是开启啊 那么加上了两融呢 后面有可能重回这个万亿 现在已经是回到了9300亿左右 那么这呢 对于券商来说呢 都是一种比较直接的一个刺激 啊 那么一下 一旦一些这个 结构性行情啊 能够拉起的话呢 那么 自营盘的一个业务对于券商在三季度呢 还是比较正面的一个啊 支持作用的啊 那么建议呢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券商指数里面的一些龙头头部这个企业啊 比如说 中兴啊 国泰啊 中兴这个啊 箭头啊 中金啊 海泰啊 这样的一些这个啊 头部的一个企业 那么加上呢 下半年呢 估计这个客创板呢 啊 也一旦呢 他这个经验能够向其他板块推开的话呢 那么对于 二级市场啊 对于这个啊 一级市场上的一个啊 股权跟债权的一个蒸发呢 啊 对于这个券商呢 会形成新一轮的一个字啊 这个催化的一个作用 所以呢 觉得这个 现在这个板块呢 还是值得这个大家重点关注啊 的一个板块 有可能呢 是 呃 九月份啊 另外一个比较强势的这个板块啊 所以呢 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那么呢 这个上面提到个股哈 没有吃啊 明天节目里面呢 我们再见